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解下面的八个工具 第一个工具 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单击一下 我们还是继续在我们的干映的图层上面来进行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比如说这里有两个字 我暂时想把它抹掉 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点一下 这样就抹掉了 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我想把这四个字给它去掉 我现在抹一下 就抹掉了 那这个工具 既然叫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顾名思义 更多用于我们的照片处理 比如说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结果在镜头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污点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宽重这个污点点一下 现在画一下就把它抹掉 这里有个点 我把它点一下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不灵了 来我们把它移过来看一下 它反而变大了 我再点一下 又有一点点 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 它是从我们的点周围来取素材 然后呢再做一个融合 那当我们的很近的地方有黑色 它就会默认识别为我们附近有黑色 好 那么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在下面还有个修复画笔工具 修复画笔工具 跟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差不多 我也的区别就是在于 当我直接点的时候 它会要求我们来找一个圆 那我们按住alt键 比如说我在这里单击了一下 好 我翻开alt键 再下来我们会发现 在我的圈内已经有了这个布的这一小部分 当我把画笔放大一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行 我觉得不问出生这四个字 我在下面还要来一次 所以呢 我就像这样 再来一点点 好 西星学同学会发现 当鼠标也移动的时候 鼠标的上方 不问出生的字上面 会有个小小的加号 那超明的你 一定明白 原来我画的这个圈 它到底从哪里取的材 它绝对是从 上面加号那里取来的素材 那加号所在的位置 就刚好是我们的原型 这就是我们的修复画笔工具 接下来还有个修补工具 来我们来看修补工具 比如说我想把不问出生这四个字给它抹掉 我们可以用修复画笔工具 可以用污点工具 同样我们还可以用修补工具 那修补工具的原理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宽起来 宽好之后 它现在有一个选区 我们可以不用修补工具来宽中 我们也可以用选区工具 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要抹掉的东西给它选中 然后按住手标左键 往各处地方拖 比如说我拖到这里 好 当我手标放开 它会融合的用上面的这一块图给它补掉 好这就是修补工具 最下面一个内容感知移动工具 一个红眼工具 这两块更多是用于修照片 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我们再看画笔工具 画笔画笔 顾名思义 画图肯定要用画笔 那我们现在看 我们的前景色是橙色 行我们就画橙色的 有些同学说了 这个橙色的画笔 画出来的东西 确实是有点像画笔 不过它是融合的边缘 那如果我想用很硬的边缘呢 在这里 记住 每一个工具 在属性面板中 都会有很多 让你不可思议的 那我们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好 我还是让它回到八十 然后呢 有个硬度 当我把硬度调为百分之百 很生硬吧 我画到哪里 它就到哪里 这就是我们的画笔工具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铅笔工具 我们设想一下 小时候用铅笔画出来的东西 线条是很细的 用毛笔画出来的 这就会这样 是毛边的 那同样的铅笔工具 它同样也有个硬度大小 但是当我们把硬度调到最小 我们画出来的 它依然是比较生硬的 那硬度仅仅取决于我们的力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反之图章工具 我们一样按住ALT键 比如说我在这个人头的中间 点一下 好 下面呢我想把这个圆给它复制一个出来 按住鼠标 左键来画画画 行就出来 这个图章跟我们上面的那个创可贴 它唯一的不同 在于我现在画成什么样子 当鼠标放开 它就是什么样子 它是一模一样的 而我们刚才的这一个修复画笔工具 当我们用修复画笔工具来取素材 然后我们画完之后 由于我的周围是白色 但我放开鼠标的那瞬间 它会给我有一个颜色的一个羽化 羽化值 这就是这两个的不同 那么在下面还有一个图案图章工具 所谓图案图章工具 图案是从哪里来 其实图案是PS里面的一个库 这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一个 如果我换一个图案 好 画出来是这样的 就不太一样 好 那么图案图章工具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偶尔用一下 下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叫历史记录画笔工具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操作了多少 操作了很多 要不这样 我现在导入一张素材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上次少了这样一张脸 哎呀 这个脸看着好难过啊 那咋办呢 如果我把它模糊一点点 比如说我把它模糊 从一个高丝模糊 模糊到看不到斑点为止 好 我们到个4 请确定一下 我们来看 我们的历史记录面板 当中 前面就会有我们的一个一个历史记录画笔圆 那我们把它画笔圆记录到我们的模糊的这一步 然后我们再回到一开始这一步 我们用我们的历史记录画笔来开始抹 那么模糊的这一个我们就知道画笔的地方它都会进入到我们刚才的历史记录画笔圆的那一部分 而没有画到的地方它都会保留我们之前的 行那我们就像这样给它模一下 把它放小一下把这些地方给它磨一下 OK OK 美女就这样诞生了 去吧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历史记录画笔工具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历史记录日数画笔 这一个除非是日数家才会用 那么我们就不纠结了 下面再来看橡皮擦工具 橡皮擦橡皮擦顾名思义 直接就可以插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橡皮擦工具 那么橡皮擦下面还有个背景橡皮擦 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背景都插掉 我们本来的背景是块白色 那行我们现在连白色就给它插掉 它就变为透明的 比如说我在这里插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把最下面的背景图层给插掉 好这是背景橡皮擦 那么还有魔术橡皮擦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好魔术橡皮擦 我现在插一招 哎呀全部都插了 那行我在撤销 回到我最早的这里 我来插这一块 好了 这块插了 这块插了 那么大家也应该猜到 魔术橡皮擦 其实说白了就是 类似于我们 用模板 选择相似的 然后呢 再按Delete键 删掉橡皮擦 同样的意思 这就是魔术橡皮擦 接下来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叫做渐变 那在渐变这里 我们可以取颜色 默认是前顶侧到背顶侧 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来好看的彩虹吧 好我们现在拉一下 哇 好我们现在拉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彩虹 彩虹就像这样划出来了 简单吧 那刚才我的操作 大家已经发现 我这里不是有这么几个 那么第二个镜像见变 好圆星 到外面 我们现在再拉 当然我这里已经把反向给勾散了 把它去掉 我只拉一点点 它就越小 越拉越多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角度渐变 比如说我拉的这条线 我这条线是向右水平的 然后呢 它就向右水平的 红色开始 做一圈的渐变 记住渐变的颜色顺序是顺时针 那如果我把反向勾散 它就变成了逆时针 好 这个是对称渐变 比如说我现在 像这样拉一圈 我们会发现 它会左右对称的 给我产生渐变模式 最后还有一个灵形渐变 来我们拉一下 好我斜的拉 来我们回到这里来 我想把这里 我做的很细的地方 我们想把它模糊掉 那我们就来磨 那一张图 我们可以现在磨磨磨磨 磨多了之后 它就会变模糊 这个更多用于照片修复 那么有模糊就有锐化 在锐化去涂的时候呢 这个整个图片会变得很干燥 好 现在我们已经看出来了 好 还有个涂抹工具 来我们来看 我嫌它的睫毛太短了 我想把它涂长一点点 好 我用个涂抹工具来 我把它弄小一些 行 然后我磨一下 磨一下 哇塞 这眼睛好妖柔 这是涂抹工具 这是类似于我们这画板上 画完画之后 然后呢 我们用手去把它磨一下它 好 下面有个简单工具 来我们看 我嫌它的脸太黄了 我想把它变白一点 请我现在弄 其实可以把它的颜色给它剪淡 这样就是剪淡工具 这在相册里面正常见到 那么有剪淡就会有加深 我再把它夹成 哎呀 给它加一个黄鹤斑黑斑 再来看我们的海绵工具 仔细看我们都会发现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颜料 破在这里 然后我们的海绵 先把它撕了一下 对吧 这就是说我们的 这八个最常用的 处理图片的处理工具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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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